哈囉 現在均均在義大利的米蘭機場 然後這一次我會在義大利大概待7天左右 來工作然後也順便來玩 這一次呢我來義大利我特別有帶了 這個是我們高雄 高雄的明信片 所以等一下被我訪問到的朋友 我都會送給他 台灣高雄的明信片 然後邀請大家來到台灣玩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觀光潛力真的很大 大部分的人去亞洲不是去香港 就是去中國新加坡 來台灣的就還好 所以呢這個是要響應韓國瑜 韓國瑜市長的經濟外交 所以我們出來玩還不忘記宣揚 那如果說到時候來到台灣的朋友真的變多的話 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個國際機場 這個很重要啊 然後有國際機場然後輕軌 是不是也會有更多的觀光客來做 所以之前政府留下的一些很漂亮的建築物啊 然後都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些應用啊 所以真的是非常棒 嗨 嗨 嗨 好 義大利話嗨就要白白 好 現在我看到一個很可愛的女生 我來問一下她 嗨 所以你覺得台灣 你覺得台灣是一部分的中國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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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給你這個嗎 嗯? 可以我們嗎 可以你給我看嗎 你知不知道 這是高雄 這就是 第二大大街的最大街 在台灣 叫高雄 很漂亮 對嗎 很漂亮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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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去高雄 但可能不會 我不會 我不會 好 謝謝你 謝謝大家 歡迎來到台灣 下次再見 拜拜 我教了他一句 你好 就還蠻可愛的啦 那沒關係 我還是有送給他 一張明信片 然後他媽媽有在旁邊 所以他媽媽說不定會帶他來 大家找到了一位帥哥喔 Dalala Come on Say hello Hi What's your name? Mauro My name is Mauro Mauro Are you from Italy? Yes I'm from Turin OK So I'm from Taiwan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Taiwan? No Never been in Taiwan Sorry That's okay Never been to Taiwan before 他說他沒有來過台灣喔 也許在以後啊 So Do you know any country in Asia 問他知不知道亞洲的隨便一個國家 Any country in Asia I've been a long time ago In Thailand Banko Oh Puket And sometimes in the north Changmai Changrai And Sukkotai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ailand 所以Mauro 他去過泰國 Mango Chinmai So will you think about Taiwan next time? I'm gonna give you this This You can take a look Yeah This is This is Taiwan Gao Xiong Yeah A city in Taiwan It's called Gao Xiong It's very beautiful So will you think about coming to Taiwan next time For visiting? Maybe I don't know Alrigh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Look at them They are so beautiful too Can you wave to the camera?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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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camera?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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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so beautiful Bye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好 所以他們已經拿了我台灣高雄的明信片 好 然後現在呢 我也買了他們當地的 這個叫什麼優格嗎 我也不知道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這樣子的一杯優格 是 6塊9 差不多7塊 7塊的話 就是 250塊左右台幣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好料 我之所以會買它是因為我覺得它很特別 那 大家可以看到喔 好 大概就是有 這個是桑勝 藍莓還有草莓 那比較特別的我覺得是 有沒有看到 欸 這個是什麼籽啊 它就是 這個優格裡面都是這個籽 它不是一般我們吃的優格 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其實還不錯欸 欸而且它上面還有灑這個白白的是椰子 欸還不錯欸 又不甜 剛好是我喜歡的 嗯 嗯 C H I 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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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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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意大利人他们的平均收入 一个月大概是10万块台币 然后汽水大概是100出头台币 可是我们像刚刚看到 好像还是瑞士人的生活最好 因为他们一个月的月收入 有高达24万台币 好现在我已经到我住的旅馆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是先带大家来看厕所 因为我有件事情要问大家 好可以看一下厕所还挑高的 好我要问大家的就是 请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然后我也都没有去问任何人过 因为我不好意思问柜台 我觉得太丢脸了 好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泡澡的大浴缸 好然后接下来再来带大家看一下 房间房间是怎么样的呢 哎呀我说真的我是一个 非常非常需要个人空间的人 但是出国还是要省一点 所以房间大概就是这样 三张床 三张床就是还是要省一点哦 我爸我妈还有我 虽然我很不想跟他们一起 好忍过这几天忍过这几天 不然就是再多穿一点钱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一次军军意大利接访问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人来过台湾 所以台湾真的要好好的发展我们的观光 那要发展观光 国际大机场真的非常的重要 这不只是国人出国旅游方便 一个很棒的国际机场 是可以吸引外国游客来转机的 他一旦来转机 他就很有可能在高雄停个两三天 然后再到他下一个目的地 所以这个政策之前韩国瑜市长提过 民进党也提过 那表示大家都觉得有共识 大家也都觉得有需要 真的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赶快建设呢 而且外国人一旦在高雄停留 他一定要能够感觉到高雄是 好吃好玩好买好逛 所以我觉得免税区也非常的重要 我个人以前在美国 就会因为某一个州是免税州 我就会开车到那边去 shopping去买东西 顺便去观光 然后自己收到退税的时候 真的也会吓一跳 所以免税区真的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这不可以小看 另外我们高雄还要有一些更好玩的地方 很好玩的地方 要再多一点 譬如说 骑金 如果盖赌场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吸引力 骑金本身就是一个海边 是有沙滩的地方 然后如果还在家上有赌场的话 或者是旁边在发展很像shopping mall这样子的话 那真的一定是超好玩的 我以韩国为例子 韩国的七乐赌场 旁边就是coax 他们是最大的shopping mall 里面还有很大很大的鱼缸 所有小朋友都很喜欢的 所以就是想赌博的人可以去赌博 那不想赌博是一个家庭来的 妈妈可能就可以带着小孩子去买衣服啊 去shopping啊 去吃喝玩乐 然后还可以顺便看鱼 所以像这样子就很有吸引力啊 如果说有争议的部分 很多国家现在赌场 本国人是不能进去的 或是本国人要付费才能够进去 这就可以杜绝一种赌博的风气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亚洲现在发展博弈的国家 其实都发展得很好耶 像新加坡 然后澳门就不用说了 那现在南韩 还有菲律宾马尼拉 最近才结束的马尼拉的亚伯展 就是第一届办的博弈展览 那马尼拉发展博弈 带动他们的经济 带动他们的观光 现在不但很多台湾人都到菲律宾去工作了 还有很多内地的朋友 今年的过年 菲律就在马尼拉看到真实的尾牙的情况 哇塞 那个尾牙的钱是50万台币 100万台币 这样子去抽奖的 而且不止一个耶 大概有10个8个的奖 都是50万100万台币这样 然后最后加码也都是100万台币 然后最大奖是一台汽车 所以博弈发展事业 真的大家都做得不错 那我们台湾 迄今不但是一个沙滩这么的漂亮 如果能够有一个赌场 然后再有Shopping Mall的话 我相信我们真的会变成亚洲第一耶 那最后我觉得 我非常支持韩国瑜市长 是因为有很多原因啦 当然我希望韩国瑜市长 能够改变社会风气 再来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真的非常的有国际观 像韩国瑜市长提出的这些政策 我知道博弈是各国都发展的还不错 但是我没有想到博弈免税 可以跟其今做一个结合 韩国瑜市长在提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好像当头棒喝 头好像被敲了一下 我认真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让我觉得很兴奋很可行 所以我觉得台湾要发展 必须要先结束 内斗 不要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所以听到好的政策 就直接先否定 先说No 这样子不但很可惜 而且也非常的偏颇 台湾人对政治非常的热衷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份热忱 拿来一起团结一条心 一起拼经济 一起拼观光 我相信我们台湾一定会未来非常的棒 是一条心 庞卫